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比如說抓取像台中市的住宅 其實開放在一堆資料 裡面有很多CSV 底下的話還有一個 就是說那個外匯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那其實外匯資料其實也可以抓得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外匯的這個資料連結在這邊 在第幾頁第五頁的地方 網址在這裡 那這個外匯資料的話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它的CSV你們可以看一下它是Big5 那Big5的話你就不能用UTF8 如果用UTF8的話它就亂嘛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練習剛剛那個市場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網址複製 然後可以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網址列 這個這個地方 GET後面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來記得你的encoding就不能用UTF8 如果用UTF8的話 出來的結果呢 那就是亂嘛 OK那怎麼辦 CP950 所以如果你假設剛剛我原來好像用UTF8嘛 你如果執行的話 看到結果應該是亂嘛 所以我們把它改 這上面就亂嘛 那你正常要改成正確很簡單 記得就CP950就可以了 CP950 執行的話呢 那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喔 得到的結果上面的這個欄位名稱呢就會是正確的 那這個外匯資料的話 裡面大概就是給你什麼 給你那個從 美元 對新台幣一直到什麼呢 人民幣 歐元 日幣等等的 總共還有記得有11個欄位 第一欄是日期啦 所以其實喔 一樣喔 好各位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只要 第一欄跟第二欄 比如美元跟人民幣 其他不要的話 那一樣喔 這個跟之前那個member那個範例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那個member是用檔案物件讀取 它有realize 可以再切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 OK 這個回去可以 可能可以想想看喔 那後面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就是 針對那個簡單的爬蟲做一些說明 就是針對那個網路上面啊 可能比較重要的喔 像是CSV這個絕對是一定要學會 因為將來很多地方都是透過這個在做資料交換 如果人家給你 奇怪你 而且甚至以後就直接給你一個網址啦 他也不會給你一個檔案 誰在那邊傳檔案啦 OK 所以給你一個路徑 那你就直接用request直接把它抓回來 就可以處理了 OK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jackson jackson難度就比較高了 不過當然我會講一些重點 你們需要知道 它是xml的部分 最後最難的是網頁啦 因為網頁背後太多奇怪怪東西 所以網頁假設你對網頁設計完全沒有概念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在後面單元其實也 也都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你們回去 不妨可以 看一下那個雲端講義 因為這個我可能講義裡面沒有印到的話 你們有個方法就是這邊一個檔案 檔案這邊可以下載 下載一樣可以是一個wall的檔 如果你需要你再列印 如果你 像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 看這個 直接就看電子檔 因為我現在 很少在列印東西了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線上作業 但是如果不習慣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印一下也可以啦 好那今天的話 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的話 我們再來 講一些有關爬蟲 相關的一些 部分 8 6 100 8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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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100